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佛教传入中国,在丰富的中国思想和文化环境中传播、深知和发展,逐渐实现了中国化,成为佛教的汉传佛教系列。 佛教在中国传播后,形成了独特的中国佛教体系,而该体系后来又东传到朝鲜半岛和日本,南传到今日的越南等地,这就是所谓的汉传佛教。 而佛教的其他两个主要分支则是南传佛教和藏传佛教。 从南北朝的末期开始,陆续形成了一系列的宗派,包括天台宗、三论宗、慈恩宗、华严宗、律宗、净土宗和禅宗等。 这些佛教派别的形成标志着佛教在中国传播大约六百年后,已经发展成具有明显的民族特征的中国佛教。 在所有的中国佛教派别中,禅宗的传播最为广泛,对于思想和文化的影响也最深远。 另外,还有一种叫做净土宗的佛教派别,在广大民众中的传播也非常广泛,对社会生活和公众精神产生了同样巨大的影响。 钱穆曾经说过,在整个中国的学术思想和文化历史中,自唐朝起的一千多年里,广东的六祖和福建的朱子的影响力在各地区无人能及,他们几乎掌握了主流思想的核心。 这里的六祖指的是禅宗南宗的祖师慧能,他是禅宗的代表性人物,而朱子指的是朱熙,他是宋明理学的代表性人物。 他们两人可是为自唐朝以来的思想和文化潮流的主导者。 然而,实际上,禅宗的地位、作用和影响力并无法与宋元时期以来被历代朝廷作为正统思想体系的理学相提并论。 根据佛教文献,禅宗的创始人是从古印度来到中国的菩提达摩,在后世,他的名字常被写作达摩,在早期的文献中,他的名字被写作达摩。 然而,从历史的实际情况来看,作为一个宗派,禅宗应该是在公元七世纪初,也就是唐朝初期形成的。 在那个时候,后来被认定为四族的禅师道姓,在现今湖北长江北岸的黄梅,现在的湖北黄梅县,建立了禅院,集结了一群弘法的人。 这标志着中国佛教历史上一个新的宗派,禅宗的新城,中国佛教的各个宗派的名字都是后来被赋予的,作为宗派的禅宗的称呼是在中唐时期开始使用的。 在那之前,禅宗这个词大体上是指西禅的一派僧人。 佛教在传入中国的初期,被朝廷视为一种外来的记忆,用来接纳和利用,只有少数的外来僧侣或居士在当地人的帮助下翻译经文,弘扬法义。 直到公元四世纪初的两晋时期,有更多的外来僧人来到中国,翻译的经文逐渐多起来,传播的范围也逐渐广泛起来, 同时也恰好遇到了五湖乱化的时代动荡和国土的分裂。 这使得佛教获得了社会上更多人的尊重和信仰,特别是被统治阶级和主流社会所接受,因此能够在思想和文化领域扩大影响。 这个阶段可以算作是佛教在中国的初传时期,从东汉后期算起,这段时间大约持续了三百年左右。 再过三百年,到了六世纪末,这个时期在中国历史上是东晋十六国和南北朝时期, 也是佛教在中国深入根植、发展和走向新生的时期,佛教的中国化也逐步加深。 在这个阶段,佛教在中国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各个部派,佛陀创建佛教后逐渐分化为二十左右。 各部派,每个部派都有自己的传承,都有自己的三藏经典,的经典翻译已经相当完备。 除了有更多的外来僧人或居士来到中国活动,也有许多中国人怀着追求佛教真理的热忱,不惧艰难险阻,悉行寻找佛法。 然而,对中国佛教发展更具重要意义的是,在这个时期,中国本土培养出了一大批优秀的学僧, 他们进行了高水平的研究和撰写,使得佛教在与本土思想和文化的冲突,交流和融合中得以独立发展, 创立起一批中国佛教的艺学和诗说。 到了隋,唐世期,基于此前的基础,一些具有各自思想体系和修持方法的中国佛教派别陆续创立起来,被称为宗派。 宗派佛教的形成,标志着佛教的中国化已经完成,为中国佛教发展开创了新的局面和新的阶段。 在中国的佛教宗派中,通常被学术界认为有八大主流宗派。 这些宗派在本土化过程中各有不同,并在后续的发展中各有不同的影响力和作用。 其中,三论宗、慈恩宗和密宗基本上维持了原始佛教的核心面貌。 三论宗的教义源自印度大乘佛教的三个主要阶段,以龙树等人的三部论珠为主要经典。 慈恩宗由玄奘和他的首位弟子窥姬创立, 其教义主要遵循印度论师无助和侍卿的瑜伽形派教理。 密宗的教义则来自印度佛教的烂熟阶段的金刚密教, 其主要宗师为善无畏、金刚智和不空。 律宗则是以戒律为主的宗派。 尽管所有的佛教派别都有持截的传统, 但在中国,如何使这些戒律适应中国的环境成为律宗所要解决的问题? 东晋时期开始翻译的四部主要律书, 摩赫僧旨律、诗宋律、四分律和五分律, 为律宗的研究和实践提供的基础, 尤其是四分律更是中国佛教徒普遍遵循的戒律。 然而,真正体现中国佛教特色的是天台宗、 华严宗、净土宗和禅宗这四个宗派。 天台宗和华严宗虽然也以外来经典为宗医, 但他们的教义都融合了本土和道教的思想。 他们试图在本土的文化环境中解读和发扬外来的教义, 成为了外来思想和本土思想融合的结果, 对中国的思想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净土宗虽然在宋代才被确立为宗派, 但其信仰早在魏晋时期就已在民众中广泛流传, 并经过南北朝, 随唐一批净土大师的推广形成了简单一行, 普及的信仰方式, 成为了社会各阶层的主要信仰。 与净土宗相比, 禅宗和净土宗的转, 波和影响同样广泛, 但他们的主要受众有明显的差异。 禅宗主要在文人士大副阶层中产生影响, 而净土宗则广泛流传于社会下层民众中。 净土宗的信仰主要表现为简易的念佛、 读经、造像等实践活动, 而禅宗则发展出具有重大理论价值的思想体系, 对高层次的思想、文化活动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 对社会发展也起到了更大的作用。 禅宗最初在唐朝初期创立, 与其他宗派同时发展, 然而他迅速扩大了影响力, 成为了主导佛教派别的宗派。 到了中晚唐时期, 尽管朝廷赞助的密宗主要在长安和洛阳两个城市中活跃, 但禅宗已经在全国各地蓬勃发展, 禅宍遍地, 特别是在江南、两川和河北等地, 成为了许多禅室活跃的场所, 形成了禅宗几乎独占凹头的局面。 从佛教首次传入中国到禅宗崛起, 历经了约600年。 禅宗从创立, 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大致与唐朝的兴衰同步, 历史约300年。 尽管在唐朝和武代之后, 禅宗各派在形式上还有序地继续传承, 著名的禅师们仍在社会上活跃并产生影响, 但禅宗的创新力已经大幅衰退, 禅教合一和禅经合一的趋势日益明显。 宋朝理学的崛起是对当时中国专制体制的适应, 它以儒家经术为主导, 融合了儒、佛、导、三教的元素。 宋朝建立了更严格、 更有效的皇权统治体系, 对宗教的管控也更为严格, 华言和禅宗的重要思想被理学吸收, 佛教整体上呈现衰落态势。 尽管历代都有深厚学识和卓越才华的禅师师徒振兴禅宗, 但总体趋势已经无法改变。 然而,禅宗在其三百年的兴起, 发展和盛行过程中创造出丰富的思想遗产, 对后世产生了广泛和深渊的影响。 例如,宋代理学家陆九渊的《新学》广泛借鉴了禅宗的新型学说, 明代的王阳明继承并发展了这一传统。 在王阳明的弟子中, 一些人积极吸收禅宗的思想, 形成了影响深远的狂禅思潮, 丰富并推动了那个时期的文学和艺术创作。 直到今天,禅和禅宗仍然被广泛关注, 超越了宗教信仰的层面, 成为了社会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部分。 第一章,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不要忘记点赞加关注。 请不吝点赞加关注。 感谢观看